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上市两个月内销量突破一万套 位居音响产品排行榜首位 他的演讲靠人心弦震撼人心 无论是培训课堂的精彩演练 还是论坛现场的现身说法 都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他也是一位成功的系统运作实战专家 将信念与智慧拨塞到千万人的心田 为企业和组织导入系统 帮助企业高速成长和稳定发展 欢迎各位回到评论现场 我们学了很多基础的演讲知识 并且在我们职业实验当中如何运用 我相信各位都有些体会 接下来我们做一下演讲的示范 就在演讲当中如何准备你的预知教 我们谈过预知教有开场白 有中间的主干主题还有结尾 那么在整个演讲的预知教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小故事 然后有的小故事所引起的一个结论 那么讲故事是你练习眼朗当中一项基本功 讲故事在你整个的演讲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给各位讲一个小故事 做完示范之后 我再做一下自我点评 当然从演讲的基础理论来讲 来做点评 比如说文字语言它有什么特色 有声语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体态语言它如何去做 我跟各位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基于学点头的故事 有一个徒弟向他的师父讨教如何去成就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师父跟徒弟说成功其实很简单 他说这样吧 我现在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由你来亲自的训练金鱼学点头 鱼缸里的金鱼是什么样子呢 眼睛鼓鼓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 这个徒弟不断的冲着金鱼点头 这时候一个小时过去了 这间鱼缸里的金鱼眼睛还是鼓鼓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 这个徒弟跟师父说师父啊太难了 这个师父说在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要想改变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坚持 只要你坚持就会看到你想看到的结果 接着这个徒弟呢又继续的在那里不断的冲着金鱼点头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这时候鱼缸里的金鱼眼睛还是鼓鼓的 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 这个时候师父跟徒弟说你接着练 我出去办一点事情 过了好久这个师父回来了 他打开房门一看 他看到一幅非常惊讶的场面 这时候鱼缸里的鱼缸鱼眼睛还是鼓鼓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 这时候才看到的徒弟眼睛鼓鼓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 这个世界你不能改变别人就会被别人改变 这个小故事非常的简短 他就讲了一个在社会当中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师父教他徒弟一件事情 那么在讲的故事的时候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字语言非常简练对吧 逻辑关系非常的强 一环扣一环 而且呢有声语言呢一扬顿错 有一定的节奏 体态语言 用的很简洁很连贯 我们先从文字语言来看 从文字语言一开始开头引发这个主题 就是徒弟请教师父如何去学习一个东西 做一个引题 结尾呢又扣到一个结论 说你要想改变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坚持对吧 但最后你想不到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你必须要自我改变 今天你不能改变别人 你看社会这种力量多强对不对 你就被周围的世界随坚持久了 你就被别人改变 从文字语言呢是这么一个结果关系 从有声语言呢 这个停顿节奏速度非常重要 尤其最后一句 你看大家鼓掌 也没想到出现这种结果对吧 然后回头停顿一下 说这个世界 这句话接的非常重要 这个世界 你不能改变别人 就会被别人改变 这句话的主题啊 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个故事都最后为一句话做铺垫 所以这句话的语调 语速 节奏 语调保好 还有手势这么重要 今天你怎么样形象化的 把你的听众拿到这个情境 这里面有几个经典的手势 眼睛 眼睛 鼓鼓的 对吧 你看这种指示性手势 相当性的手势 你不能直接摸着眼睛 眼睛 鼓鼓的 这就不好看 你看 眼睛 鼓鼓的 这不好看 你看 眼睛 鼓鼓的 这不想听着看你 你不用直接拍到那里 对吗 眼睛 鼓鼓的 然后嘴巴 你看 嘴巴 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这就不好看 了解了吗 你看 眼睛 鼓鼓的 嘴巴 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跟有声言配合 然后这个动作呢 很有 震撼力 表现力 这个重复了几次啊 三次 你看 第一次 第二次 回来 又一次 过了很久 师父回来了 他打开房门 你看 一般开门 说这样开 对不对 你看 打开房门 一看 打开房门 看着腐 非常惊讶的场面 一般惊讶 说哇 就这样 对不对 你看身体向后 看着腐 非常惊讶的场面 这时候只见鱼缸里的金鱼 在大家的思维当中 可能会想 应该是 点头了 就没有想到 还是 眼睛 鼓鼓的 嘴巴 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这时候再看着徒弟 可能被人猜设 睡着了 累坏了 趴在那里了 这时候再看着徒弟 眼睛 你看 眼睛 鼓鼓的 嘴巴 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然后你稍微停满一下 如果的鼓掌 你不要马上说 因为那句话很重要 一定能进场 然后这时候就进场了 这个世界 你不能改变别人 就会被别人改变 这就是整个小故事 这个非常短 对吗 但你要讲好不容易 那大家怎么练习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回去 你先看几遍 看几遍 自己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之后 事都跟别人讲 反正聊成闲聊没有吗 你都讲 我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金鱼 学点头的故事 你跟他讲 讲到你回去 再看那个DVD 你再对照 大概重复二十几次 你自己就熟练了 然后只讲到非常的精准 包括你的表情 眼神 手撕 姿态 动作 体态语言 跟有声语言 跟文字语言 怎么配合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这个小故事的示范 大家回去练习 第二个 接下来呢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猎人呢 带着猎狗去打猎 这时候从草丛当中 跑出一只兔子 这个猎人呢 举枪射击 这个兔子的腿被打伤 跑掉了 那么这个猎人呢 在树底下等待的成功的果实 过了好久 这个猎狗跑回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抓到那只受伤的兔子 主人非常的气愤呢 他骂道 你说怎么找的 你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找不到 这个猎狗哀疼道 说主人呢 我已经尽力了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那个兔子跑得太快了 我没有抓到他 请主人原谅我 主人看到这只猎狗 疲惫不堪的样子 就原谅了他 然后带着他呢 去打别的兔子去了 可是那只兔子跑回之后呢 别的兔子看上去 就不理解的闻到 那个猎狗在后面拼命的追你 你又受伤了 怎么能够跑回来呢 那个兔子说 很简单的 那个猎狗 为了完成主人的命令 他是在尽力而为 而我为了逃命 我是在全力以赴 这个故事非常的简短 对吧 但里面揭示的概念很深刻 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呢 都是在怎么样 尽力而为 但是从来没有全力以赴过 各位同意吗 所以今天讲了这个故事 就是挖掘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 但你不讲故事好多我们大家全力以赴吧 我们大家拼命干吧 就讲这效果来 你知道我这故事讲完之后 很多企业家都在讲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故事 其实故事最早也不是我讲的 不是我发明 是我听来的 我听来之后我就非常喜欢 在生活当中 总有那些人难以忘记的故事 鼓舞着你 继续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向前走 哪怕困惑 哪怕遇到挫折 哪怕遇到坎坷 当想起这些小故事的时候 你的身上就具有无穷的力量 接下来呢 再有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 在古代呀 有两个年轻人 他们想去寻找黄金 于是呢 他们走在寻找黄金的路上 这时候前面呢 出现了两堆棉花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呢 棉花可以织布 布呢 可以换金子 于是两个年轻人呢 背起了棉花 继续向前走 这时候前面呢 又出现两堆布 其中一个年轻人想 我今天终于更加接近我的目标 因为每一次啊 只能背一件东西 于是他放下棉花 背起了布 而另外一个年轻人想 棉花可以织布 布可以换黄金 我干嘛再费一次事呢 于是两个人继续走在寻找黄金的路上 一个人背着布 一个人背着棉花 这时候天下起了雨 背棉花的怎么样啊 越来越沉 越来越重 那个背布的相对的轻松一点 这时候前面呢 又出现了两对金子 那个背布的人呢 马上放下 背起了他要寻找的黄金 而那个背棉花的年轻人想 我干嘛再费一次事呢 棉花可以织布 布可以换黄金 于是 在寻找黄金的道路上 有两个人在走 一个人背着黄金 一个人背着沉重的棉花 我的故事讲完了 这是我所有听到的故事当中最无聊的一个 但今天我为什么记住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笨到 放弃黄金去背起沉重的棉花 但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故事 是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却是 我们在工作当中 在生活里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此时此刻背负的是什么 却不像棉花和黄金那样容易鉴别 你看这种讲过的方法 我们来回头再看一下 它跟方才两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讲过的话 先讲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 你看讲的那我讲完了 大家觉得很无聊 谁会这么笨呢 放弃黄金去背起沉重的棉花 不是这样笨的 然后话题一转 我的故事讲完了 那大家觉得可能很无聊 但突然又说了一句 为什么我会记住这个故事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笨到去放弃 黄金背起沉重的棉花 但是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故事 是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却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里 你此时此刻身上背负的是什么 却不像棉花和黄金那样容易鉴别 然后他用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解释一个道理 其实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人并没有做重要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呢 背负到更多的负担 我们很多人呢 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 而且总的体态语言当中呢 非常的缓 也不是特别慷慨激扬 但用小桥流水式的方法 解释一个深刻的道理 其实这个故事是随口讲的呢 就是背棉花这个故事 是实验老师给我讲的 第一次听了讲的故事是1997年 我听完之后我就忘不了这个故事 讲的方法讲得非常的好 现在变成我的故事 所以今天不在乎这个故事的出处 关于你如何介入故事 来表达你的想法 传递一个信息 最后你要引发什么的目的 也就是说今天爱莫老师讲的故事 明天就会变成谁的故事 就会变成你的故事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 在古代呢 有三个年轻人 他们想要寻找梦寐以求的黄金 于是他们踏上了艰苦的 淘金的路程 这时候这三个人呢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的西木当中的黄金 这个时候来到了一个沙漠地带 那这三个人呢 又困又累又渴又饿 这个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小房子 里边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看是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 于是三个年轻人说 老人家呀 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黄金呢 老人说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他说现在我要寻找我们的黄金 当我们此时此刻最想解决的 就是找一点吃的喝的地方 于是老人呢 认真地指点他们 告诉他们翻过几个沙丘 过了几道山 就会找到吃的喝的地方 那是一个树林 那里边你想要的东西都有 在三个人呢 临走的时候 老人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年轻人不要忘记 当你们有了吃的喝的时候 别忘记带一点东西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三个年轻人上路了 按照老人家的指点 终于在黄昏的时候 来到了这个树林 他们找到了吃的喝的东西 吃饱喝多之后 就要继续赶路了 当然在走出树林之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 再回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年轻人 当走出这个树林沙漠的时候 他想到一件事情 那个老人家临走的时候 告诉我一句话 说是吃饱喝多 要带一点东西 他回头一看 遍地是仙人掌 到处是沙漠 没有什么好带的 于是就走出树林 第二个年轻人想 这个老人家 他说的话一定有一些道理 我不免截截心仪 回头一看 有什么好带的呢 只有沙子 于是抓了那么把沙子 踹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第三个年轻人想 这个老人家是个智者 他说的话一定有道理 我一定要有备而来 满载而归 他看到仙长 没什么带的价值 于是呢 就用背金子的袋子 装满了沙子 走出了这个树林 当然他们走出的时候 天已经漆黑一片了 他们星夜奸沉 最后呢 赶到了一个小小的客栈 就住下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其中第二个年轻人叫了起来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口袋里 发现了金纱 第一个年轻人也叫了起来 因为他手里边 什么都没有得到 这时候第三个年轻人 懦不作声的 背着满带的金纱 上路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概念 讲的是在现实上当中 要不要把握机会 要不要 把握成长的机会 把握解决问题的机会 把握让自己提升利润 增加价值的机会 各位同意吗 同意 在讲解过程当中呢 是三个年轻人 得到了同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有不同想法 这就是他的文字语言 从有声语言当中呢 非常的平补之序 但是呢又不时里边的变化 所以非常的简短 可以把这故事呢 讲清楚说明白 整个的体态语言当中呢 也不特别复杂 也不需要做很大的 很夸张的动作 用你平补之序 来讲一个小故事 所以这是这个故事 接下来呢 给他讲一个 比较长一点的故事 但这故事呢 是我一生当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故事 在美国呢 有一个退伍军人 他一直在找工作 但是总是招音拒绝 这一天呢 他带着疲惫的步伐 来到了一个木材工厂 这么一个大型的集团 到处来求职 主考官一看 这是一个年龄 已经是四十岁左右的 退伍军人 又没什么专业 于是就拒绝了他 但那个退伍军人 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终于突破了层层光垮 找到了公司的副总裁 跟副总裁说 总裁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以军员的名义 向你担保 我保证完成你 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这个副总来想 他经过层层光卡来到这里 我莫不得就买一个人情 于是真的就给了他一份工作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是一个烂摊子 这是这家公司 在美国中部的一个烂摊子 那里边有道院的客户 那里边有非常恶劣的客户的关系 而且欠款长期不能被轻毁 公司派了几位 比较看重的经理人去 都是无功而返 他想 莫不如哪一个人情 到时候呢 你就会放弃 但这个退伍军人说 谢谢总裁 你给我这样宝贵的工作机会 我以一个军人的身份 向你担保 我保证完成任务 他得到了工作岗位之后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市场 头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 从第四个月开始传来好消息 到了半年之后 清回了大部分欠款 改善了跟客户的关系 并且呢 那里边开始了正常的业务 有一个周末的下午 董事长把这个退伍军人 叫到自己的房间 跟他说 我有一件小事想麻烦你 这个周末呀 我的妹妹在外州结婚 我想送给她一个礼物 于是老板交给她一个任务 让她去买一个蓝色的花瓶 老板描述了那个商店 透明的橱窗 有一个展示着蓝色的花瓶 然后随手呢 给上卡片 正面写着这商店的地址 后面写老板 走的车次 车厢跟座位 这个退伍军人拿到之后 跟老板说 谢谢董事长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保证完成任务 于是他马不停蹄的 按照卡片的地址 找到了这个地方 结果找到时候 他大脑轰一下 一片空白 地址明明白白 就是这个地址 但是根本没有老板所描述的那个商店 更没有那个透明的橱窗 也没有那个花瓶 如果今天是你 你会怎么说呢 你会说老板你搞错了 你给我的名片是错的 地址是错的 我好不容易跑到这里来 但是没有找到他 于是他会确认 他给老板打电话 老板电话也不通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你可能放弃 但我请问你 今天领导交给你件事情 他要的是结果还是过程 结果 老板要的是结果 过程是你存在的价值 于是 他用扫接的方法 以此为中心 继续的找这家店 然后在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终于找到了老板描述那家店 他非常兴奋 三步并坐两步跑过去 结果一看 这个店关门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说呢 老板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 我好不容易找这个地方 但是又关门了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完成任务 但我请问你 今天老板交给我们一件事情 他要的是结果还是过程 要的是结果 我们永远是过程存在的价值 他知道 如果没有达到结果 就会违对着承诺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他结合黄爷跟店里的信息 然后终于找到了店里经理的电话 打过去之后 他非常精细的说 请你帮我打开门 我要买那个蓝色的花瓶 对方说了一句 对不起 我在度假 电话就撂下了 他再怎么打都打不通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个时候呢 他在想 哪怕把玻璃窗砸碎 我也要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 当他找好工具 转过来之后 在时候发现 对面来了个警察 他等警察经过 然后再取花瓶 可那警察来到商店 四处张望了一下 刚好站在透明玻璃窗的前边 这个推伍巨人 在那等了好久 那个警察根本没有走的意思 于是他再一次的打电话 终于打通了 跟那个店经理说 说经理 这是关于人命关天的事情 你不要放电话 你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他说我在战场上 为什么负伤 为了保护我一个战友 我承诺他要把他带回家 带到他父母的身边 为了保护他 我身负总伤 是我兑现了一个承诺 那么今天我已经承诺的老板 一定要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 请你帮我 我会不惜代价 一定要拿到它 结果 那个商店经理 被他的惊人感动了 于是来到这里 帮他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 拿到之后 他一看时间 老板的车已经开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说老板 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 我好朋友找到 但是又关门了 我又费尽周折 终于拿到那蓝色花瓶 但对不起老板 你的火车已经开了 我无法做到 我已经尽力了 但我请问你 老板要的结果还是过程 老板要的永远是结果 你是过程存在的价值 这种老板要得到那个花瓶 于是 他打起了电话 叫他退伍之后 第一次 召集所有的战友 来帮他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在北美很多人 那有私人飞机 他问他的战友 谁在这个城市 能够认识或者诸记到 具有私人飞机的人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我一定要把这蓝色的花瓶 送到老板的下一站 那经过努力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 愿意把私人飞机 借给他的一个人 于是他到了老板下一站 然后又租了一辆车 来到了这个火车站 当他刚跑进站台之后 老板那辆火车 缓缓的驶进了站台 他大踏步的来到那个车厢 然后看到老板 正在安静的坐在那里 他小心意的拿出蓝色的花瓶 放到老板的面前 然后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老板 董事长 这就是你要的蓝色的花瓶 给你妹妹带好 祝你周末愉快 然后就离开了这列火车 星期一的上午 董事长把这个退伍军人 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笑容满面的跟他说 谢谢你帮我买到蓝色的花瓶 我的妹妹非常的开心 其实啊 最近呢 这几年公司一直在寻找一个 远东地区的经理 这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但是以前呢 我们派了几个经理人去 一直不能做好这个市场 后来顾问公司给我们提出一个蓝色花瓶测试的建议 以此来检验合格的经理人担当重任 但是在过去的测试当中 几乎没有人通过这个测试 因为我们给的地址是假的 因为时间紧迫 对了 有一个人完成了任务 是因为他砸碎了玻璃窗 取到了花瓶 我们觉得这种做法跟公司的道德伦理不符 所以在如后的测试当中 我们特别在那里派了一个警察监守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阻碍你 完成任务的决心和毅力 现在我正式认为你为本公司远东地区的总裁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蓝色花瓶的故事 各位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感不感动啊 非常感动 那想不想成为那个退伍军人 完成任务的那种决心 想不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想不想啊 想不想成为像退伍军人那样 保证完成任务 克服从容阻力 不找借口 不找理由 各位想不想啊 所以这个故事呢 最终给我们带来一样的结果 而且对你的一生都有影响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老板交给你的 父母交给你的任务 先委托你的任务 你如何去完成呢 那么在整个故事当中呢 他既有起伏又有平不之序 既有你能猜到情节 又你猜不到的情节 但最后得着一个非常鲜明的结论 做一件事情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不找任何借口 不去埋怨 一直到任务达成 因为工作无大小 任务轻重 领导老板交给你任何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去完成 说明了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其实各位从这小故事当中 会看到 我们的文字语言当中 要真正的表达什么 在有生语言究竟要把握什么 在体态语言当中 究竟要运用什么 那回头我们再看 一个好的演讲 它具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 叫做一美以感心 就是这个文字语言表达的意义 能够感动你 第二 音美以感耳 这个声音很好 让你听起来是一种享受 还有一个行美以感怒 它看到你的手势 姿态动作 动作中体态语言 非常的感动 然后把整个演讲当中的艺术生命 好好的把握 第一个就是真实感 姐们各位 当你讲过的时候 这种真实感重不重要 当你沟通的时候 这种真实感很重要 因为演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它不是舞台艺术 所以有时候你在台上讲 台下的人会做评判 所以真实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分寸感 有的时候说话呢 要留有分寸 这样哲学这样讲的度 第三的含蓄感 有时候不能说的太直白 你看有的故事结尾时候非常的含蓄 让听众和观众自己去演绎那个结果 去推理的过程给他深度思考 而第四个呢 就是幽默感 在整个演讲当中呢 中间还有一些幽默的音速在里面 让人们呢 听起来轻松快乐 然后才是我们有声音员当中的声调感 节奏感 速度感 所以从今天开始 您在说话的时候 或者听演讲的时候 这就是你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 因为你已经了解了这些基础知识 你已经掌握了说话的目的 你已经知道了演讲不断升级的阶段 这样在你每次说话的时候 这个锻炼 在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都是一个学习跟欣赏 所以从今天开始 要么好好的掌握语言共同的技巧 好好的练习自己的口才 珍惜每一次上台发表讲话的机会 进而做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我们很多人在一个企业当中 是企业的领导者 管理者 甚至有的人从新进员工做起 我请问再次的各位 你真的想做好你的工作 竟然让工作给你带来一些利益 好的待遇成长的机会 受人尊重 你真的想吗 那今天如何来做呢 那就经营你自己 其实不管你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还有四十几岁 你是一家人生有限公司 你这个公司开了多久呢 你这个公司可能开了十几年 开了二十几年 可能开了三十几年 但在你过去人生有限公司的经营当中 你有真正经营过自己吗 我们从来没有经营过自己 我们是怎样得到我们的成功了呢 我们是用摸索的方法 得到我们的成功 我们的机场当中是如何做的呢 我们很多人是得过切过 心情好的就多干一点 心情不好的就少干一点 而今天当我们回头看来的时候 给你想一想 在过去的三五年当中 你是怎么度过的 你得到了什么 你剩下了什么 你留下了什么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而今天 你还想这样过吗 机会已经没有了 你看在十几年前 那些跟中国第二代企业家 拼搏的那些员工 他们从新进的员工开始 他们做最低位的工作 而今天 他们已经成为最有价值的员工 今天 他们已经成为最棒的人 你今天要循环一个伟大的梦想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 要想实现你的梦想 实现你的目标 把你现在的企业 当成成功的载体 做企业最有用的员工 所以今天 你没有别的选择 摆在你的面前 只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离开这个企业 但是这里我告诉你 根据我过去二十六年 做奇广过程的经验 你走的哪里都是一样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的老板身上 还有几根白羽毛 你还有第二个选择 那就是某的那个企业 好好的经理 不要厌倦你目前的工作 你到哪里 工作性的都是一样的 不要埋怨你的上司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被埋怨的上司 也不要瞧不起你的老板 请记住 成功绝非偶然 一定有条道理 他今天能够搭建这个平台 证明他一定比我们更成功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站在这个平台上 因为他属于你 经营那个平台 当你自己有价值的时候 尽管工资很小 但是你可以努力的去帮助这个公司成长 什么叫努力 努力就是用健康 用头顶 用生命的力量 拖起超过复合的东西 才叫做 努力 所以今天 请各位 内心自问 把手放在你的胸前 好好的问问你自己 你够努力吗 面对你过去的工作 你珍惜了吗 老板给你多少次机会 领导给你多少次机会 你犯了多少次受误 而每一次犯错误 不是你去承担 甚至你都不敢认错 而是老板承担 你知道吗 在企业当中 什么是最大的成本 没有经过训练的员工 这是企业最大的成本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好好的经营我们自己 让自己具有价值 当你具有价值的时候 才能有使用价值 如果你自己没有实际价值 怎么能够使用呢 我们常说欢迎购买 是因为别人要购买 一个有价值的产品 今天你要说一句 欢迎使用 你只有有价值 别人才敢用你 不要抱怨 哪怕这件事 真的值得抱怨 因为抱怨 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结果 要学会感恩 哪怕这件事情 固执的感恩 因为只有感恩 才是成功的开始 你要想做企业 最有用的员工 请记住 抱怨是死亡的开始 感恩是成功的 其实 有的人说 在我的上面 有一个盛期凌人的领导 我知道你受惊委屈 但是你要懂得 这是一个心机员工的必经之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才最能看出你的感恩 欣赏和包容 一个真正有梦想的人 他会遵从这样的原则 那就是成名的捷径 就是不动声色的提拔自己 奋自己的意志 为最高主宰 而留给他人的 却是甘培莫作的千样景象 今天是你告别懒惰的时候 今天是你拒绝平衡的时刻 因为只有今天 你才做一个决定 在这家公司 在这么多员工的面前 平时你被别人瞧不起 平时没有人看着你 别人把你当成企业的雷水 但从今天开始 请你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做企业最有用的员工 因为当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的父母才得以安慰 当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的另一半才会感到欣喜 当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的孩子对他的未来 也会感到希望 所以从今天告诉你自己 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 每一天你都会 以正式上场的姿态 办好它 你的工程是谁决定的呢 很多人是老板给的 没错是老板给的 但是并不是老板决定的 员工的心智模式是什么呢 员工的心智模式是 你老板给我多少钱 我就干多少活 因为在你的假设当中 因为在你的假设当中 是老板给你发的工资 所以你的心智模式 产生了一个假设 老板你给我多少钱 我干多少活 但是各位 请问老板的心智模式是什么呢 老板的心智模式 跟员工的心智模式正好相反 老板的心智模式是 你干多少活 我自然就给你多少钱 所以各位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的工资 谁决定的 是你自己 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大的待遇 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好的薪水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做好自己 配合他人 创造环境 才能决定你自己的工资待遇 当你走进一家公司的时候 当你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 随着你敬业的榜样 在这企业当中 有一个人会最敬业 那个人就是你的老板 因为这个公司是他投资的 因为这个公司是他开始经营的 而今天做大了之后 这个老板本可以去过自己美好的生活 但是对于很多的企业家而言 企业小的是自己的 而企业大的时候是社会的大家的 今天看待我们无数个这样的企业家 他们足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去安享晚宴 他们足可以陪伴家人 但今天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今天在跟人工同甘共苦 人物与共的功能当中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情节 那就是还有很多人都没有成功 还有很多的家庭没有过人好日子 我遇到一个老总 我问他 你这些钱足可以花三代九代花不完 你今天为什么要做呢 他说很简单 艾茂老师 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坚持 甚至带病坚持 是因为跟我摸爬滚打的人 是个新级的员工 带着期望的眼神 他们还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企业其实很简单 我教给员工机会很好的待遇 那就是三年车 五年房 十万八万年轻过中产阶级的生活 今天在一个企业当中 随着重担追踪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委屈 觉得我们自己好辛苦 因为我们自己干了很多 别人不认可你 别人不赏识你 甚至不重用你 虽然你觉得你的付出 没有得到你想的东西 但今天在这个企业当中 有一个默默担责的人 在你回到了家 他依然在企业 在你不去关心这个企业的时候 他的心就放在这里 而那个人就是你的老板 所以好好地学习 如何地担责 当你真正有一天错了的时候 请谦卑地站在老板的面前 真诚地对他说一句 对不起 我错了 请记住 认错是员工的第一品质 很多人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很多人想拥有一个好的职业 很多人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帆风策 但是各位请记住 一个人之所以赢不是赢在终点 是赢在起点 一个人之所以输 也不是输在终点 是输在起点 如果你羡慕那只美丽的蝴蝶 自由的飞翔 请问各位 他的前程是什么 是毛毛丛 有一个化简成别的过程 也就是说 你先要觉醒 蜕变 最后才能成长 换句话说 今天已经是你职业生涯的开始 尽管你在大学校园 今天已经是你职业生涯的开始 尽管你在求职的路上 今天已经是你职业生涯的开始 尽管你现在刚刚走进家公司 每一个人做生意的时候 或者做自己企业的时候 是身兼纵运 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 不是我们自己的 今天我们的时间 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 是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没有留倦怠 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 才真正的能帮到我们自己的家人 满足他们的期望 而今天 不管你作为一个老板 还是作为一个员工 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发现很多员工在不停地抱怨 很多人每天的埋怨 说这个社会不好 说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说老板不好 说同事不好 其实各位啊 你今天有没有想到 当你抱怨的时候 你给别人带来的是负能量 其实今天 我们之所以存在这个社会 一定有它的理由 今天你的老板那样的辛苦 只是你不理解 如果没有老板给你提供了个成功的舞台 哪有你今天这样工作的机会啊 假如你是个人才 那么人才有舞台才有价值啊 很多人说 我的老板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没错 各位没有想到 老板最初创业的时候 是为了赚钱 但是今天有多少个老板 他们赚的钱 足以使他们可以高老还乡 过优越的生活 而在今天之所以没有回去 是因为给更多的人提供 创付的机会 工作的机会 来改善我们生活的品质 因为企业小的时候是自己的 企业大的时候 是大家的 是社会的 当我们带着赶的心情 来面对企业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赶的心情 来面对老板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赶的心情 来面对领导同事和下属的时候 你的事业才真正的开始 你的成功才能真正的放大 各位没有想到 那些抱怨的人 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当你抱怨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变得消极 你自己也变得消极 当你抱怨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光明面 因为抱怨是死亡的开始 感恩是成功的 即使 而很多人得过切过 应付了事 在那混日子 我问我很多员工 我说你今天混日子的时候 对付了一天 老板有没有给你那个工资 他说还是给了 因为老板没有发现 当我请问一件事情 当你今天混了一天 老板是给了你那个工资 当我请问你 是老板给你那天工资重要 还是你那一天的生命重要 你在混谁呀 在混自己呀 当你自己完事不公的时候 当你每天埋怨抱怨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你面对的是远离家人 你面对的是疏忽亲情 你面对的是父母对你的期望 所以你今天不但浪费自己的生命 更浪费家人对你的期待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当你有一天青春消失的时候 当你有一天不再年轻的时候 当你有一天老了的时候 回顾往事的时候 你耗费了多少时间 几乎到那时候你成功了 但是你没有想到 当你成功那一天 你最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你的家人已经享受不到你的成功 你的父母已经得不到你成功的消息 几乎你成功 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各位 让我们心怀感恩的工作 好好的珍惜 因为今天你不是为老板工作 不是为你的上司工作 不是为那个企业工作 你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父母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你自己美好光辉的未来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功 真的想要出人头地 真的想被人看中 要记住 成功 从感恩开始 各位 在国外优秀的企业 都已经瞄准了中国的市场 都想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一杯羹 所以今天 我们在座的各位老板 我们在座的各位员工 我们身上有一个责任 就是在新的一轮的竞争当中 如何让自己的企业 做得更大 更强更久 有的员工可能会想 这是老板的事情 但是你没想到 当你消极代工的时候 当你每天埋怨的时候 这个企业因为一个链环 没有做好 竟然没有抓到一个机会 我请问你 当那个企业有五年十年 或者更长久历史的时候 当面对激烈竞争 在打商战的时候 你做一个团队里的一个战士 你做一个企业的一员 如果你消极代工 应付了事 如果在那混日子 而这个企业重担身亡 这个企业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 你作为企业的一员 不管你工作了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八年 你不感到耻辱吗 而今天 任何一个有尊敬的员工 都应该把公司 当成是自己骄傲和自豪的象征 都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情 一起来经营这样一个企业 跟我们的领导 跟老板 一起重置层层 来创造我们企业光辉的未来 这个时代 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们今天 只有团队之胜 一起努力 带着感恩的心 抛弃误解 抛弃彼此的摩擦 只有大局为重 才能让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 更好 更强 也就是说 真正的成功 是带着感恩的心情 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打造一个集体 将来 当我们的公司成长了 当我们的公司壮大了 当我们的公司做得更久 甚至上市了 成为公众的企业 你可以自豪地说 在这个企业当中 过去的三五年的努力 我虽然辛苦了一点 我虽然累了一点 但是我没有埋怨 我没有抱怨 我带着感恩的心情 我不断地奉献 我不断地坚持 而这企业的封碑上 有我 一个普通联工的名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